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底层这一课程 在前几节课,我们先后学习了一个Android FreeMark的一个基本架构 然后呢,又继续学习了Banda的一个基本架构 这两个阶段呢,都是我们所讲的学习阶段之中的一个是什么的一个阶段 这节课呢,我们就进入为什么这阶段 也就是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在前两个过程中所学习到的一个基本架构 我们在学习Android FreeMark的一个整体架构的时候知道 Android它的FreeMark基本上就是一个基于Banda的一个CS的架构 而Banda它的一个基本架构呢 我们在上节课也画了一张图 这个图应该大家都还没有忘记 这里呢,是Client进程 这里呢,是Server的进程 每个进程里面呢,它都会有一个ProcessState 然后呢,每个县程里面呢,又有一个IPC ThreadState 它两个呢,具体的一些 要做的一些工作 我们创线课都已经讲得很具体了 我们Client进程 要跨进程防御到Server呢 就通过它里面的IPC ThreadState,然后进一步和Banda驱动的一个交互 最终进入到Server进程里面的IPC ThreadState 再一步步 对用到Service,也就是Server端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逻辑 同样的,我们的Server进程呢,要反过来调用到Client进程里面的函数呢 它也是通过它里面的IPC ThreadState 进一步和Banda驱动的一个交互 最终,调用到Client进程里面的IPC ThreadState 然后呢,再最终调用到Client这块相应的一些函数 刮开Banda它这个架构里面的这些ProcessState IPC ThreadState 然后和BandaDriver 它这些基础的内容 我们接触最多的 也可能是我们最让我们感到投影的一些东西 就是呢,什么BP Banda了 BBanda了 那么BP什么Service N什么Service 既然我们这一阶段是要学习为什么 那这些东西让我们感到投影呢 我们就要问自己 为什么会有BP Banda和B Banda 为什么会有BP什么Service和BN什么什么Service 我们还会注意到有一点 这里是Client进程 这边代表Service进程 这里呢 还有一个Service Manager 那么问题又来了 我们就要问自己 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Service Manager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好,由此我们就给自己提的几个问题 可以看到这里 三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BP Banda和B Banda 第二个,为什么BP什么什么Service和BN什么什么Service 这里的BP什么Service呢 是指我们在Native层的一些Banda架构中的 它的一些类的一个命名 在加华层呢 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什么什么Service Proxy 什么什么Service Native 命名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理解就可以了 好,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为什么Service Manager 也就是我们在Banda的一个架构中 为什么要搞一个Service Manager出来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OK,那我们有了问题之后呢 可以了,我们就要想答案 它可能在哪里 我们这几个问题呢 都是围绕着Banda它的一个基本架构中 为什么会有这样几个东西 那我们就在想了 它的答案是否可以从设计模式等 这些和软件设计相关的知识中找到呢 好,那确定了我们答案 可能在哪些地方之后呢 生下的过程 就是结合着我们的答案 带着我们这些提的这些问题 来去给自己解答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结合着设计模式等 这些可能是我们答案所在的 一些地方的一些知识 来一步一步找到 我们提的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 来自己解答 来弄明白它到底是一个为什么 好一点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提到这几个问题呢 是按照我们 在之前一步一步学习的过程中 到这里可能会想知道 或者是会遇到的几个疑惑的地方 当然 有的朋友可能他会想知道 诶 那我们Linux系统里面 它是有实现的像什么管道了信号链了 共享内存 socket等等 这些IPC机制 那为什么安卓 不用那些 还有非得用一个Binder 作为它的IPC的一个机制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这里的目的呢 只是引导大家 去进一步思考一个 为什么 让大家养成这种 去进一步思考为什么的一个习惯 所以说呢 大家不要被这几个问题所局限了 可以自己更多的去发散 去问自己更多的一些为什么 甚至呢 在问过自己为什么之后 可以在这里进一步扩展 去想一想 它现存在的一个基本框架 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呢 好 下面就进入我们的第一个 为什么 为什么 BP Binder和B Binder 我们说了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一下 设计模式相关的内容 来了解一下 它这个为什么的一个答案 我们在学习设计模式的时候 就会发现 有一种设计模式 叫做Groxy 也就是代理这个设计模式 跟我们Binder 它这个框架中的一些 对象 它的一个结构很像 那我们就具体看一下 Praxy相关的一些计识 定义 首先第一步 看一下它的定义 定义呢 就是为另一个对象 提供一个提升 或者站位服务 以控制 这个对这个对象的访问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Praxy 它这个设计模式 它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它结构呢 同样的 这边会有一个Client Client会调用 Subject Subject呢 它是一个抽象的类 也就是相当于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接口 它呢 就定义了一个 Praxy和 RealSubject 也就是真实的一个对象的一个功用接口 这样呢 我们在任何需要使用 RealSubject 也就是真实对象的一个场合 就可以使用Praxy 就是可以使用代理 下面呢 就有一个Praxy 继承 Subject 这个抽象类 也就是可以看错 Praxy会实现了 Subject 这一个功用的接口 这边呢 有一个RealSubject 也继承着 Subject 也就是 RealSubject呢 它也会去实现 Subject 它定义的一个功用的接口 这个 RealSubject呢 就是 定义 我们这边的 Praxy代理 所代表的一个实体 这边的Praxy呢 名字 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一个代理 它会保存一个引用 这个引用呢 就是 RealSubject的引用 这样呢 我们的Praxy 就可以访问到 这个实体 同时呢 它也集成于 Subject的这个接口 它会提供一个 Subject的接口 这样呢 在任何需要使用的 实体的地方呢 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代理 这样呢 代理就可以代替实体 这个代理的其他一些功能呢 会依赖于 代理的一个具体的类型 因为后面我们就会讲到 这个代理呢 它可以分为几类 不同类呢 代理呢 它会去完成一些不同的功能 我们先了解一下 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D类 Remote Praxy 远程代理 B类 VitualPraxy 也就是虚拟代理 第三类 Protection Praxy 也就是保护代理 远程代理呢 它会负责对请求 以及参数进行编码 并向不同地址空间中的实体呢 发送以编码的请求 虚拟代理呢 它可以缓存实体的一些附加信息 来延迟对实体的一个访问 保护代理呢 它可以检查访问者 是否具有实现一个请求 所必须的一个访问权限 这是呢 根据代理的一个不同类型 它会去相应的实现的一些功能 那这个结构图里面 这些对象是怎么协同工作呢 就是首先Client 它会调用Praxy和RealSubject 也就是代理和实体 它们共同的一个雇用接口 也就是Subject 最终通过这个接口呢 调用到了代理 代理呢 就会根据其种类 在适当的时候 向真正的Subject 也就是实体转发请求 也就是Client 通过这个接口 对面到了代理 代理呢 会在适当的时候 把这个请求 转发到实体这边 最终实现了Client 相当于Client 就直接定用到了实体这样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在大概了解了这个Praxy 它的定义 以及它的一个结构 和它的一个工作过程之后呢 我们对比一下 我们所学到的Banner 它的一个基本的架构 看一下之前我们所讲的这个图 我们注意到 这边也有一个Client 这里呢 有一个BP什么什么Service BN什么什么Service 它两个呢 都继承于这个I什么什么Service I什么什么Service 这边都会继承于这个接口 这边呢 还有一个BPBender 这里呢 有一个BBender 它两个呢 都会去继承于IBender这个接口 我们这里呢 是把它分别给画 画成了两个 其实呢 是一个 我们可以也把它给连到一起 那就是我们这张图 这边有一个什么Client 这里有一个I什么什么Service 这个BP什么什么Service 和BN什么Service呢 都继承于这个接口 同样 这里有一个IBender的接口 BPBender和BBender呢 都会继承于这个接口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 它会把这个接口给实现了 只不过呢 我们在Croxy它的一个结构图中呢 它们都是用计程所表示的 那我们就看得出来 我们BPender它的一个基本架构中呢 和我们Croxy这个刷进模式的结构图 是一致的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Bender 我们Bender基本架构也采用了Croxy这个设计模式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作 BPBender是BBender的一个代理 最终BPBender呢 会通过Bender IPC机制来定用到BBender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看作BP什么什么Service 是BN什么什么Service的一个代理 只不过我们这个BP什么Service呢 它也是进一步再往下扣 IBender这个接口 再最终通过Bender IPC的一个机制 跨过Bender驱动 再调用到BBender 那我们知道BN什么Service是继承于BBender 我们调用到BBender之后呢 你会把相应的一些实现 最终调用到BN什么什么Service里面的一些实现 最终就达到了一个效果 我们在这里通过Client 调用I什么什么Service这个接口 再用到了BP什么Service这个Proxy 最终经过这一步一步 再用到了BN什么什么Service这个实体 就相当于我们从Client 定用到了BN什么Service这个实体 好 那么就知道了 我们在Bender这个经济工作上 也会采用了Proxy这个实体模式 而且它有两个地方都采用了 BP或者Bender是DBender的一个代理 BP什么Service是BN什么Service的一个代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Proxy这个实体模式的 它的一个适用的一些场合 通常在需要用比较通用和复杂的对象指针 代替简单的指针的时候 我们就会使用Proxy模式 当然大体比范围三类 这个我们在一开始也提到了 D类远程代理 它可以为一个对象在不同的地址空间 提供一个局部的代表 我们也可以把这种代理成为一个大师 第二类 虚拟代理 它会根据需要创建开销很大的对象 通过它来存放实力化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真实的对象 这样就可以达到性能的最优化 比如说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要打开一个很大的HTML网页室 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文字和图片 但是呢还是可以很快打开它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文字呢 都是图片 我可以看到的是所谓的文字 图片呢是一张一张的下载后才能看到的 那些未打开的图片框呢 就是通过虚拟代理来代替真实的图片 只是代理呢 它只是存储了真实图片的路径和尺寸等等对接信息 第三类呢就是一个保护的代理 保护代理呢 它是可以控制对原始对象的一个访问 用于来检测客户呢 是否对于他所要访问的对象 有不同具有相关的一些访问的权限 第四类 这里还有一个智能 智能引用 也就是Smart Reference 它可以取代简单的指针 在访问对象时执行一些附加的一些操作 它是有一些典型的用途 我们Bender 它这个所用的代理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种远程代理 因为我们的Bender BPBender和BPSmart Service 和它所代表的一些实体 我们BPBender和BPend的BenderSmart Service 它是 根据我们这个图也可以看到 它是处于两个不同进程中的一个地址空间 那我们知道了 代理它这个设计模式 它的注意 有个图 以及它中间的一个协同工作的流程 然后我们也知道了 它大概会适用于哪些场合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实现的一个效果 它的效果呢 就是在访问对象时 引入了一定程度的间接性 同样 根据我们代理的一些不同的类型 它的间接性 可以有多种用途 针对于我们的远程代理 也就是我们在Bender这个结构中 所用到的一个代理类型 远程代理它是可以隐藏一个对象 存在于不同地址空间的事实 也就是 我们要访问的一个对象 存在于另外一个进程之间之中 它怎么会隐藏 对象存在于不同空间中的事实呢 就是我们 用了远程代理之后呢 客户不必考虑 进程之间通信的一些细节 因为我们代理对象 会承担进行间的一些通信的工作 那我们客户呢 就完全可以认为 对象是局部的 而不是远程的 就像操作自己进程之中的一个 局部对象是那样去操作远程对象 这个是 这个是给写错了 大家注意一下 是 是否的是 好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我们其他的两种代理它的一个效果 虚拟代理呢 它就可以进行最优化 比如说 我们上面讲它的一个适用性的时候 也说过 这个代理它就可以 根据 要求创建对象 并不一定 在一开始 就一定把这个对象给 加载起来 它会 可以再根据 需要的时候 把这个对象给创建起来 那 保护代理和 智能引用的 它都允许在 访问对象 是有些附加的 内务处理 好 这就是我们代理这个设计模式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Bandar这个几个 这几个 这几个价格中呢 也用到了 代理这个设计模式 也就是为什么会有BPBandar BBandar 就是采用了代理这个设计模式 来达到 把BBandar 它存在于不同的地址空间中 这个设计可以隐藏起来 我们的Clent 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 直接 访问 它的代理 就像访问一个局部的对象一样 这样我们的Clent 就不需要去关心 进程之间通信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可以把它的 焦点集中在 具体的一个业务逻辑的 一个处理上 就减轻了我们Clent 这边的一个负担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为什么会有BPBandar和BBandar 也就是代理这个设计模式 它的一个效果